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那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真焦虑 中共高管海外资产到了清查时 那美国华尔街日报周四披露 中共中央三月份一向内部指令 要求不及以上高官及其亲属 不得拥有海外资产 外界对此议论纷纷 华尔街日报把这一消息 放置在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 遭到西方广泛的经济制裁的背景下 分析就说 这表明北京想避免其高级官员 遭受俄罗斯高官和寡头们遭到的制裁 但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认为 这种说法有些潜强 他认为这只是炒作 没有不及官员在外边还有资产这回事 他这个前提不存在 如果是有的话 他早就清理过了 李伟东就表示相关的规定早就出台了 这是党员干部早就下了规定 家家户户都要申报 而且这个申报是每年一次 华尔街日报获得的中共内部信息指出 根据新的指令 中国不及以上的高官配偶 及其子女不得在海外拥有地产 或商业公司的股份 否则官员得不到晋升 这些高官及直系亲属 也不得在海外金融机构开设账户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 领导干部报告 个人有关事项规定 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查核结果处理办法中规定 党政机关 县处及父子以上的干部 必须报告本人及配偶 子女在境外的从业情况 以及存款和投资情况 但以上要求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 不及以上高官及其亲属 不得拥有海外资产 这次的规定显然更进一步 而副处及以上党员干部 申报财产的规定 虽然已经出台了多年 但外界很难获知 这种申报的执行情况 中国大陆媒体鲜少报道 其中的进展情况 美国民进新闻集团总裁 何平就认为 这种规定可能有回避制裁的用意 他表示中国是要做一些应急性的准备 不仅是中国可能要攻打台湾的问题 而且如果哪一天因为其他理由 美国或西方要制裁中国 中国也要考虑如何应对的问题 那事实上 现在对中国的制裁已经很多了 何平同时也强调 这种做法是习近平反腐运动的继续 习近平在政治上有洁癖 而且他上台之后 要建立自己的班底和实力 要建立自己的道德感召力 所以他对腐败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 但中共中央这规定的相关消息 还比较粗略 外界并不清楚这种规定将如何实施 这就留下了很多问号 何平就分析说 真正的问题是已经退休的这批人 或者是过去十多 二十年里积累了巨大财富的这批人 这部分人怎么办 他们涉及的金额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江泽民的孙子算不算 温家宝的儿子算不算 他认为现任官员应该问题要小一些 因为年轻一点的干部 如果想在政治上发展 就会在贪腐上有所收敛 那华盛顿民间机构信息 与战略研究所所长 经济学者李恒青则认为 关键是这种规定办不到 中国的高级干部资产 都是富可敌国的 他们也害怕 就把这些资产藏到海外 但这些钱绝大多数不是震荡得来的 他们要是申报这些资产 就等于把自己的把柄交给了领导 他分析说 现在中共中央正在寻找各种机会 来控制底下的干部 控制干部最好的办法 就是找到你的犯罪事实 而不止以上的这些权贵 都很清楚这种游戏规则 所以他们才不会上当 李恒青说 如果中共中央真的查起来 这些权贵们一般会采用白手套的形式 回避这些规定 他们应该早就做好了准备 拜登到亚洲 试探韩国对华强硬言论 重新集结抗衡中国 那在策划了西方应对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动员后 美国总统拜登 展开了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 宣示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 华尔街日报称 拜登亚洲之行 寻求重新聚焦对抗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强调 任何地区合作架构不应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那拜登首先飞往韩国 然后前往日本 并将参加在东京举行的四方会议 这是拜登看中的亚太外交机制 他将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聚集在一起 根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称 把时间、精力和注意力放在欧洲 和把时间、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亚洲 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这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 沙利文就表示 美国希望围绕美国的领导力 确认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 共同决定游戏规则的形象 沙利文还说 我们认为这一讯息将在北京被听到 但这不是一个负面的讯息 也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根据白宫表示 拜登不会去朝韩之间的非军事区 而这是前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 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地方 虽然进行了一次壮观的会晤 但没有改变该政权的路线 沙利文就表示 美国认为朝鲜有真正的可能性 在拜登出访期间进行另一次的导弹发射 或一次的核实验 2006年至2017年期间 平壤曾六次实验核武器 朝鲜领导人将核武器视为 获得国际影响力 和确保其对国家无情控制的一种方式 那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就称 拜登将借首次亚洲行 寻求重新聚焦对抗中国 那拜登访问日本和韩国 这两个美国的亲密盟友 希望美国更大程度上参与亚洲事务 拜登还将着手加强 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伙伴关系 并正式公布 一项旨在加强与该地区贸易 和投资往来的经济倡议 那尽管一些盟友和伙伴对该计划的评价不一 认为他缺乏具体内容 而且没有扩大美国市场的准入 那新当选的韩国总统尹希悦 将与拜登会晤 他希望重新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关系 而此举可能会激怒朝鲜 以及他的邻国中国 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周三就与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通了电话 根据白宫说 两人讨论了地区安全问题 乌克兰战争以及美中关系问题 中国官方通讯社 新华社对两人会误报道的措辞更为强硬 那称杨洁篪指责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实际行动 与表态大相径庭 并谴责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的做法 拜登在上任之初就把与中国的竞争 确定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在贸易安全和人权问题上采取了更强硬的姿态 在最近的一份政策文件中 拜登政府就表示 美国虽然不寻求改变中国政府 但希望主要通过与盟友合作 来影响中国的外部国际环境 那该报道就称 这种对盟友的强调 得到了大多数和做伙伴的积极回应 换个焦点 南韩六月重开国门 欢迎来玩 南韩法务部昨日宣布 6月1日起恢复短期旅游签证入境 一般国家公民皆可以商务活动 旅游 疗养 探亲 会议等目的 申请短期访问签证 最多可停留90天 南韩新冠确诊人数依然高起 每日新增约3万宗的个案 但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为了吸引外籍旅客 刺激内需及相关产业的复苏 南韩法务部昨日就表示 6月1日起将重新对一般国家 Level 1公民发放短期访问签证 C3及电子签证 此前疫情期间 南韩仅向以外交 公务 协定 派驻 投资 贸易 经营 及人道主义事由申请的外提人士 发给短期签证 而电子签证则只发给优秀人才及团体游客 南韩法务部昨日就宣布将放宽 短期签证发放的规则 那一般国家公民皆可以以商务活动 旅游 疗养 探亲 会议等目的 申请短期访问签证 最多可停留90天 那被列为注意国家Level 2的公民 则只能以必要目的申请签证 但是目前没有国家或地区 被指定为注意国家Level 2 韩国义将会放宽入境旅客的防疫措施 限时入境要持有登机前48小时内的PCR核酸检测结果 而本月23日起 亦可以出示登机前24小时在诊所或医院进行 有监督的RAT快速抗原测试结果 完成接种疫苗人士入境亦可免除隔离 当地早前就公布 认定完成接种疫苗的标准是 接种第二针后14天至180天 而超过180天就要接种第三针疫苗 韩国认可列入4位紧急使用清单的疫苗 当中包括了复辟态及科兴疫苗 6月1日起外国访客入境后 3日内需接受PCR检测 并建议在第6至第7日接受RAT快车 新闻的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 斯里兰卡经济危机的启程转合 那斯里兰卡正在经历至1948年脱离 英国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政府因为处理经济危机不当 引发民怨和民愤 引发了一波暴力思维浪潮 那5月19日 斯里兰卡出现独立以来首次主权债务违约 这是在30天宽限期到期之后 必须偿还的7800万美元未付债务利息 那债务违约会损害一个国家的生育 使它更难在国际市场上借到所需资金 那反过来进一步损害对其货币和经济的信心 4月初开始物价上涨 物质短缺 燃料短缺 停电问题和药品缺乏 引发了当地延绵不绝的思维浪潮 这也已经导致前总理马辛达和其他政府高官的辞职 斯里兰卡的问题可以归结为 其外汇储备实际上已经枯泻 那该国非常依赖进口 但已经到了无力支付主食和燃料的地步 许多专家就认为对经济管理不善 是该国经济崩溃最主要的原因 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结束时 该国选择更多关注国内市场 而不是向外国市场出口 因此出口收入仍然很低 而进口支出却在持续增长 如今斯里兰卡每年进口比出口多出30亿美元 政府还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借了巨额债务 为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批评者称这些项目并不需要 那法新社报道就说 没有交通跟进的全新国际机场 闲置的会议中心和移交给中国公司的深水港 这些巨大的投资都增加了斯里兰卡的外债 而这其中至少有10%来自北京方面的合同 那截至2019年底 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达到了76亿美元 然而到2020年3月 其外汇储备已降至仅19.3亿美元 那财政部长阿里萨布里最近就表示 这些储备中的大部分钱都无法使用 只有5000万美元 那拉贾帕克萨总统在2019年上台时 决定进行大幅减税 这也意味着政府用来购买外汇的钱也更少了 那2021年初 斯里兰卡货币短缺成为一个大问题时 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化肥进口 并让农民使用有机肥料的方式来阻止外汇流出 这导致了大面积的农作物欠收 斯里兰卡不得不从国外补充粮食储备 这就让其外汇更加短缺 那斯里兰卡政府随后又禁止了一系列的非必需品的进口 从汽车到某种种类的食物 甚至是鞋子等等 在2022年3月 卢比对美元汇率的跌幅超过了30% 斯里兰卡政府已经积累了510亿美元的外债 今年该国将需要支付70亿美元的债务偿还 未来几年的支付金额也会类似 而今年4月 斯里兰卡政府未能偿还总计7800万美元的债务 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把此称为是选择性违约 斯里兰卡正在寻求价值3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以帮助支付燃料等必需品的进口 那世界银行已经同意向其提供6亿美元的贷款 印度以承诺提供19亿美元 并可能附加贷款15亿美元用于进口 那斯里兰卡欠中国65亿美元 目前两国正在就如何重组债务进行谈判 日经亚洲评论程报道说 正如拉贾帕克沙的密友所承认的那样 北京的金融投资缺乏透明度和问责制 这使中国能够击败几十年来的主要发展伙伴 日本以及印度 斯里兰卡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国家 中国投资了14亿美元 将在科伦波海岸附近的填海造田建设了一个现代商业中心 这使北京方面在印度洋战略影响力加大 今年早些时候由于斯里兰卡不得不偿还69亿美元的外债 那哥塔巴亚总统和马辛达总理向北京方面寻求财政救济 要求重组2022年到期的债务支付 但是北京方面并没有向这个要求给予很大的支持 早些时候中国同意将斯里兰卡卢比换成中国货币人民币 以增加斯里兰卡的外汇储备 后来媒体报道称 中国似乎对克伦波重组与所有债权人的债务计划不感兴趣 暗示他将向斯里兰卡提供借薪还救来解决现有债务 分析就认为中国的立场有可能影响 斯里兰卡中央银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债务重组谈判期间对所有债权人一视同仁的立场 有观察人士就指出 目前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 中国担心这将在其借贷实践方面创下先例 不情愿与那些收到大量中国一带一路贷款的欠债国家 启动类似的谈判 那从2019年一直到最近马辛达担任该国的总理职务 因为处理经济危机不利而辞职 但是总统哥达巴亚就表示他无意辞职 并于上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 我们下周一同时间再会